Hello 大家好 我是KJACK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產品 之前覺得很遙不可及 但我經常都很想去買 但之前的價錢太貴了 但現在的價錢親民不利 你可以說一分錢給你幾分 這就是Holyland Mk 400 S Hello 大家好 我是KJACK 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我就特別開心了 因為我的頻道終於可以衝破到一萬大關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遲些可能會有Giveaway活動 或是搞一些新花樣和大家溝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和留意我的頻道 這次要介紹的產品真的性價比挺高 因為在業界中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品牌和這個產品真的挺好用 Holyland 這品牌在業界中就絕對不陌生 因為它專出圖傳器 而且專業級數 很多人都會用它 但對於我們拍YouTube 又或者是自己拍微電影小型創作來說 如果真的去到這些專業級數 起碼是一個萬元以上的器材 真的未必能夠能夠買到 但它仍然有另外一個系列 讓我們一般消費可以購買 價錢都是非常棒的 它之前上一代都推出了MASK 300 但現在來到這一代就是MASK 400 而且我手上的版本就是400S 用下去真的多了很多東西玩 不如開箱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之後再說一下它的強大的功能 立即跟它開箱 原裝行貨一年保用 一開箱就看到裡面有說明書 首先大家看到盒裡面有兩個裝置 一個是RX 即是Receiver 一個是TX 即是Transmitter 即是這個是接收的 這個是發射的 我們就把這個發射的拿出來 這個就是它的本尊 也挺漂亮的 是一個很實質的金屬面 我們不如先看看它的表面 它的表面這個設計就是一個少少流線型 還有最有特色的 400S和300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裡有一個OLED的顯示屏 這個顯示屏顯示很多資料 而且很清楚的 表面上只有三顆按鈕 就是這三顆按鈕 就是按鈕鍵 在旁邊這裡 首先看到的 你會看到那個Type-C 位置 這個Type-C 位置不是給你充電的 這個位置是給你更新的Famware 另外就是一個HDMI In 這個很重要 就是連接你的相機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裡 400S和300和400不同的地方 就是多了這個SDI的輸入 這個就是給我們一些高階的相機 可以去用的 但是同一時間 HDMI 都可以做輸入的 大家兩邊就可以選擇了 真的可以在專業的相機上用 所以拍攝大製作也可以 看看另一邊 看看旁邊就很簡單了 就是一個開關 以及連接一個DC的電源線 後面就是一個 我們平時用的Sony L 電 這個L 電就很普遍了 我們用的燈 或者是用其他相機的設備 都會用到 所以非常普遍了 下面這裡就是一個QR 曲 待會教大家怎樣用 底部就是一個四分一吋螺絲的蚌位 而上面就是一個散熱的風扇 其實它的大小比我的手掌更加小 但是感覺就真的非常實正了 到另一個了 另一個就是RX 即是接收器 看看旁邊 正面 還有兩邊下面 和剛才的TX 完全是一樣的 除了一個QR 曲 即是說兩個大小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能有時候 真的要仔細一點 看看哪一個是接收器 哪一個是接收器 才認得到 裡面這個位置 都放了很多天線 機盒裡面都跟了五條天線 即是說有一個都可以作為示唄 那真的很細心 看看這個盒裡面有什麼 首先就是一個三腳的電源線 還有一個Koshu 孔 還有一個L 型的孔 這個孔就真的很實用了 稍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還有一顆螺絲 還有都包一個Type-C轉到USB的接收器 讓大家更新這個Famware 盒裡面的東西就是這麼多了 不如馬上介紹一下它的功能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lyland 這間公司是專出圖傳器 而且也是非常專業的 它分了兩條線 一條叫做Professional 專業級別 就是Cosmo 系列 這裡看到白鞘魚這麼多就知道 非常專業 另外一條線就是 Consumer 給我們一般用的 就是Mars 這個之前是Mars 300 另外現在出了Mars 400 以及現在介紹的Mars 400S 價錢也是非常相異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比較貴的 譬如剛才的Professional 圖傳器 都要差不多 你看到這三萬多 起碼要超過萬的 在Consumer 那條線 就是Mars 300 之前都是2600至3000左右 現在去到400S 價錢也是非常相對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看 講回Mars 400S Mars 400S 全機身都是金屬外殼製造的 非常實質的 機身不算電池的時候 正寵是205g 也很輕身的 最高的影像輸出 Output Video Format 無論在HDMI和SDI 都是1080 高清畫面60格 電源輸入方面採用Dural Power Supply 除了可以使用12W DC 火牛之外 還可以使用我們平常常在燈上使用的Sony L 電 而且可以帶多幾塊不同大小的Sony L 電 就可以隨時供應給這部機或者其他器材 彈性就大很多 Mars 400S 和之前Mars 300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個很清晰的面板 無論接收器或傳輸器 上面也有一個很清晰的顯示屏 上面會顯示到不同的頻道 或者是影片形式 以便我們立即去檢查 除了比上一代的Mars 300 更加實用之外 當然更加帥氣了 而且看上去也很高的 操作語言支援中文和英文介面 選頻多達8個頻道 而且支援同一個地點可以同時間有5組的系統 一起運作都是沒問題的 無論傳輸器和接收器旁邊也有一個USB Type-C的位置 讓你隨時更新器材 要說到它和之前的Mars 300 最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這個 首先它可以支援一個發射器 給兩個接收器同一時間使用 首先可以導演有一個 還有其他客戶都可以看大螢幕 但如果你說仍然不夠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一個發射器 可以比一個接收器之餘 還可以最厲害的 就是可以給四部電腦 或者你部的Tablet 可以同時間利用它的Apps 上去看它的即時圖存 大家每人都拿著在手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攝影師即時拍的精彩畫面 只要你用Transmitter下面的QR Code 數一數 又或者輸入SSID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連接Apps去運作 這個就真的很吸引我的地方 因為我就算是只帶一個發射器出去 不帶一個接收器 我都可以有手提電話 隨時可以看到我的資訊 尤其是用在我的Gimbo 上面的時候 我只要帶一個發射器 就可以操作了 說一下它的手機介面 它的Apps 也是非常之強大的 因為在這個Apps 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設定 包括它的Wave Form 它的Focus Zebra 不同的Frame的操作大小 又或者它的Magnet 都可以看到 還可以動來動去 還有一個Force Color Monocolor 甚至乎可以加入一些3D Nux 去到即時預覽都可以 直接好像Ninja 5 般方便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即時Capture你現在的畫面 之後就可以在上面再畫一些公仔 或者是一些圖案 指示下接下來的攝影師 大約的位置 或者給他一些意見 你的Client 在手機Apps 裡面 看完之後 立刻給指示 更加清楚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錄影功能 這個不是一個Screen Capture 簡直是錄了它拍出來的畫面 你簡單錄完之後 還可以在你的Album上面 之後還可以Export出來 是分享給別人的 但是在我測試的時候 Android 系統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Apple的iOS上面 它Export 還沒有那麼完善 所以Export 出來還有一些問題 只是有聲音沒有畫面 我已經聯絡了廠商 他也說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會盡快去做Famware的跟進 希望他快點跟進 它現時也是很低的 透過Transmitter 或者是Apps 它也是少於0.1秒 另外有一件東西很棒 和吸引我的 就是叫做Channel Scan 當你進去使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電腦就立刻去掃描一下 你現在的環境 去找出你最理想的Channel 給你使用 那你就最穩定 按好就表示這個Channel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但是交叉你就不要選擇了 如果你記得開工的時候 之前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你包補待會的影像就萬無一失了 另外在Transmitter 上面 也可以調一個Scene Mode 它就是場景模式 上面有Image Mode Balance Mode 或者Speed Mode 即是讓你選擇畫面質素先決 還是傳送速度的先決 大家可以因應你的需要來作出一個選擇 最後就要說一下這個L-Mine 我覺得它的設計非常有心思 因為如果整部Saber S打動 放在相機上面真的很噁心 但是現在有一個L-Mine 就可以這樣放了 帥氣很多 大家想不想到 Mars 400S這個無線圖傳還有很多用處 包括我經常都在想的 就是有時候在聽到 可能有些遊戲機這樣搏進來 房間裡面玩 很辛苦的嘛 有條線沒有理由拉住的 現在就可以用這個400S搏進來 去打機 大家看一下 現時其實真的很低的 即是說打機都可以的 就是我博了在這裡 接著就射上去電視機 都挺爽的 還不止 最棒的就是 同一時間可以博在iPhone 幾個人一起 跟我一起去打機 看著我打 整家人看著都可以 iPhone打Switch 你也不會說不差 如果打機都可以的時候 以後我相信看電視機都沒有問題 畫面一轉 我們就來到戶外這個地方了 今天就試試這個Holyland Max 400S 我也想試試距離的測試 但是如果真的做距離測試 我自己的拍就比較悶 所以今天請到我的朋友 特別嘉賓出場 Hello 我是Mavis雞蛋妹 就是了 雞蛋妹Mavis 謝謝Mavis 辛苦你了 待會他就會用這個穩定器 加上這個圖傳器 接著我們就在這裡 這個有一個Linja 5 我們就立即用Receiver去收 看看可以做到多遠 你知不知道它做到多遠 大概就應該100米左右 是的 100米至120米左右 我們看看有沒有那麼遠 同一時間可以用WiFi 直接給iPad去收 好 我就想看看iPad去收 和這個真的給WiFi去收 距離會不會真的相差很遠 正常的 如果WiFi不太能收到 應該都可以的 會快一點沒有訊號 不過這個應該都會有100多米 我們一會就試一下 不過 簡單試就很悶 所以就給你一些挑戰 讓大家都看得開心一點 我就預備了一些IQ題 IQ題嗎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家看看有沒有IQ 可能只是娛樂一下我 對 觀眾也可以一起猜一下 對 觀眾也可以一起猜一下 我們待會輕鬆一點 試一下這個距離的測試 一邊問問題 一邊看看測試 看看如何 好嗎 好 辛苦你了 好 Go Go 不用跳吧 設定完成了 我現在帶了耳機 因為Holyland最好的是 有很多回音 對 對 我也聽到了 Holyland最好的是 可以收音 同時收音 我要知道它答的問題 但我告訴它 它收不到 所以唯一用iPhone 告訴你 對 我的電話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 這裡算0米 這裡算0米 好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現在呢 我看到自己的樣子 現在看到Mavis 就開始向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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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怕 好了 第一條 看看我有沒有IQ 看有沒有IQ 第一條 為什麼大部分佛教徒 都住在北半球 北半球 是 為什麼 不知道 北半球 現在WiFi 我看到已經停了 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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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停了 很近 很近 怎麼又這麼快 一百米 沒有 這裡幾十米 30米左右 我現在停在這裏 我現在多近 我用Google Map 好 開始 大家看到 WiFi 斷斷續續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 疾畫面 就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都 撐住了 畫面 我現在抹下了 抹下了 在Google Map 抹下了 好了 不搞iPad 那就專心一點了 不過現在看你都很清楚 喂 我們一條問題都還沒答完 是 我們快點問 對了 我的答案是 為什麼 大部分佛教徒 都是住在北半球 不如我開估吧 好嗎 是 南無阿彌陀佛 在北半球 好 好 第二條 有兩個人 同時間 就跌了到個井 死了 那個人 就叫死人 沒有死到 那個人 就叫什麼 活人 不是 什麼 死不去 你叫什麼 死 活死人 活死人 錯 給你一次機會 死人 現在很清楚 現在還很清楚 活死人 錯 不是 當然是叫救命 哈哈 給死人 好了 第三條 先看看畫面 畫面還很順 OK 好 可以繼續 第三條 小明的爺爺 一邊就在擦牙 一邊就吹口哨 那為什麼他可以呢 為什麼一邊擦牙 一邊可以吹口哨 因為 小明的爺爺 因為他沒有牙 差不多了 因為他在擦什麼呢 假牙 沒錯 很厲害 答了兩條 好 第五條 小明 第四條 小明知道史卷的答案 已經已經 但是為什麼他經常在周圍看同學呢 他明知道答案 每天都要看同學 那為什麼呢 因為 他想出貓給同學 不是 因為 都很清楚啊 現在我看到他都很順 我收一些聲音都OK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小明是誰呢 因為 老師 沒錯 小明是老師 好 太平洋中間 是什麼 太平洋中間 太平洋中間 聲音開始窄了 我看到 Marvis 我看到開始有點窄窄的 現在呢 可以不可以 太平洋 你現在試一下 去 抹一下這個位置 好嗎 好 因為 我看到 已經開始有點窄了 我們 都試一下抹一下 讓大家都知道有多迷 好嗎 現在都OK 開始 都很順 我繼續問 好 太平洋中間 是什麼 太平洋中間 是 海 是不是 水 太平洋中間 都是海 太平洋 可以猜 太平洋中間 就是平 太平洋 好了 再問 飛機 載滿了乘客 在天上 就跌了下來 炸了 為什麼沒有一個傷者 因為全部都死了 厲害 厲害 好厲害 好 貓看到老鼠 為什麼呢 就馬上走 因為怕老鼠會吃它 不是 貓看到老鼠會馬上走 是 貓看到老鼠會馬上走 可能也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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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都很清楚 剛才有一點窄窄的環境 但我也看不清楚 因為 你好像走得很遠 對嗎 對 現在已經很遠 都遠了 OK 好 繼續 為什麼呢 老鼠 不知道 啊 開果 因為 那隻貓很窄 當然要走 走去捉老鼠 哦 哦 另外一個 就是 咦 我看到開始這裡 都差不多 有點 是不是頂磅呢 都有點窄 咦 已經窄了 好 我就快風塘 在那邊 沒有了畫面了 咦 這裡已經盡了 不如你列入一個位置 好 我看到 這裡已經沒有畫面了 即是去到最遠的地方 我們不如 等它列入一個位置 看看去到多遠好不好 好 等它回來 嘩 我都等了一會 原來 它真的走得很遠了 嘩 我現在就這樣追蹤過去 都看到它是一顆點 辛苦它 辛苦你 好 我們一會兒看看成績是怎樣的 好 剛才就標示了地方 是怎樣的 我標示了三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iPad開始有點收不到 然後中間也有一個畫 有些滑的 但應該已經不是iPad 應該是直接看 第三個最遠的那個 就是可以去到190度 看不看 其實是挺遠的 我們用Google Map去檢查 去檢查 其實都很遠 很遠 給官方很遠 不過這個是一個直線 對 我們是直線 而且是空曠的 沒有什麼人的 已經是收音了 對 好 私遠了 回來了 真的謝謝Mavis 謝謝 是Mavis 我經常都說Mavis 真是意思 吉丹妹 你覺得剛才有什麼感受 我用的時候不知道它接收成怎樣 我回來再看 我們最遠是去到190米 其實都出乎意料 沒有想過那麼遠 本身大概是100米 或者82米 我們試過用iPad去連接 接收距離會短一點 都容易一點窄 這個是正常的Mavis 對 但剛才也有兩個 六手 也有60米 如果60米其實夠了 對 如果你要工作就夠了 因為我想 如果用iPad 給四部的Tablet 一起去iPhone 四部的機器去看的時候 我想是旁邊的客人 或者旁邊的朋友 去看一看 就OK了 如果導演的 當然是用這些 用這些就很遠 190米 其實很夠 190米 我也不知道 走那麼遠去哪裡 其實是這樣測試 但大家都知道 能耐去到哪裡 對 使用上未必要去到 這麼限制 或者它要這麼極限 還有我想現在這個價錢 我想400S已經是非常親民 其他要過萬以上 這個就四千元 當然有需要才買 如果沒有需要 當然沒所謂 但我想小型製作 微電影 我想小型製作 是比較需要的 這個專業得來 也挺親民的 公民也挺多 選擇 好了 今天真是多謝雞蛋妹 和我們今天玩了一輪 其實我也拍得很開心 對 很開心 每個人都玩了 剛才你也答了幾多題 是啊 我很喜歡我一題都答不到 誰知道我答了兩題 好像 我們待會再說 便宜給你們看 我還沒看 好 今天到這裏了 大家記得訂閱雞蛋妹Mavis的頻道 還有他其中一個頻道 大家也多多支持 今集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也留意我們IG和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好開心 因為 終於衝播到 一跳跳的時候 一跳跳 參賽到什麼呢? 看到 不過現在的focus 它是 看你的眼睛 好像也很遠 不知道實際有多遠呢? 一跳跳跳跳 心裡真是感到 非不上司 這麼感激 多謝大家 謝謝 好成功 有個按鈕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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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